我們先從全世界人口來看,看看這條線 這條線是從1750年到2014年已經發生的 你看這個斜率,我們擔心的是那個斜率,其實人口成長的話是一定會成長的 19世紀初才超過10億人口而已,現在已經多少億了?70億了 今天早上我特別查了一下,今天早上9點的數據 你可以從網路上查到今天早上9點的數據,你看72億1400萬人口 我們地球再不過200年前才不過10億人口而已,現在已經有72億人口了 以前只要住1個人,現在要住7.2個人,怎麼承受得了? 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然後你如果看看全世界的人口分佈的密度圖,越濃的就是人口越多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你看這兩塊,我們講過這兩塊的密度是非常的... 這塊是什麼?印度 這塊是什麼?中國大陸,還有這邊是日本,整個地方是美國,然後非洲也越來越多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哇,那還有很多地方沒有住人,還可以用嘛,那是不是還可以再深一點 基本上能住都已經住人了啦,不能住人大概也沒辦法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這真的是蠻可怕的 然後這邊這個圖是講什麼呢? 這個圖是講說,基本上出生率,然後不同國家都用不同顏色 比如說,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非洲它的出生率還是遠遠大於其他地區 那出生率的降低,為什麼呢? 因為出生率是什麼?因為你越生越多嘛,那個base 所以基本上人口還是繼續在增加的 但是因為人口的基底越大,所以說它的出生率或許就降低 但是基本上它的人口增加幅度還是很大 你看,非洲是最大的地方,那這個最小地方是什麼呢? 那是以開發國家 歐洲啊,這是歐洲國家,這是北美,然後這個是亞洲地區 亞洲地區基本上我們講說,基本上都還是屬於比較開發中國家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是怎麼樣? 這些大量增加人口的意思是什麼?正在成長,或是它想成長的 就好像講說,你們家生的小孩都是中學生,吃的特別多的 像我們這種老花也不太會吃了 所以多養幾個老花也花不了多少錢,那個飯也花的量不多 但是你如果多養兩三個青少年的話,你就知道說你家的保育米飯消耗的多大了 這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剛才我發展開發中國家,他們的成長率是很高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從這邊看得出來,這個人口的成長是很可怕的 你看到達2040年,預期到90億 這個東西都是現在的,每次在調的時候你會發現說都會比預期的早到達 之前是說50,是2050,現在已經調整到2040 這個應該是我去年剛找的資料,所以說應該還蠻新的 所以當然也有做一些解育的動作 所以他這邊這次聯合國他們提出一些比較全世界性的解育的一些計劃 他們認為說如果這個解育他們的計劃沒有成功的話 那麼到2050年的話大概會有多少? 會有106億 但是如果他解育的計劃如果成功的話 還是很多啊,還是會到多少?還是會到81億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那種擁擠狀況,能源消耗的狀況是真的是刻不容緩的 但是現在就有矛盾了,基本上就是變成有生產力的不生 然後生產力比較差的剩下很多,所以會變成區域的不平衡 所以這邊看一下,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來,這是2010年,這是當初做的一個預測 你看,基本上這個地方哪個地方會成長? 這個地方會成長,這個地方是什麼? 非洲,非洲在2010年只占不到15%的人口,到了2050年的話會到24%的人口 所以現在不是在講說,其實如果說你有那種什麼,有經濟的sense的話 大家知道說未來的世界的市場跟工廠已經可能要轉移到什麼? 到非洲去了 因為非洲人口成長會是很大的,然後亞洲就開始慢慢減少 有一點會覺得很好玩,我們看看美國,在這個地方,就是北美洲 你們覺得北美怎麼會那麼神奇嗎? 美國這個國家也不怎麼多也不怎麼少,為什麼? 美國這個國家就有一點點那個,專門,它自己不省很多沒關係,它就是吸引很多移民 但是它吸引的移民又是怎麼樣?要挑過的嘛 所以美國這個國家大家都用美金,所以它印了很多美金到你們花 現在我們都是美國人的債主 美國這個國家如果說依照正常公司的經營,它早就要破產了 但是為什麼它還是不用破產,而且它的美金一直印,一直印,因為大家都要用美元 因為它很強,大家都相信美元不會到 那如果台幣一直印,一直印,一直印會怎麼樣? 就會變成民國四十年左右的四萬塊台幣換一塊新台幣一樣 但是美國就可以一直印美金,但大家都不會那個 然後它不僅印的話,還有很多人到美國去生長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是比較正常的 它的國家,一個國家也不應該有太,人口不應該減少這樣子 但是成長太多也不好這樣 然後減少最多的是什麼? 是亞洲,但是亞洲減少比例減少最多,不代表說亞洲人口會減少 是因為亞洲的人口本來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口 你看,但是印度跟中國大陸這兩個國家就幾個了? 就27億了,27億還是贊面上的 相信很多贊面下的資料,搞不好搞不好說 比如說印度這個國家,它真的只有12億、13億嗎? 如果你到過印度你就知道說印度這個國家根本沒有戶口 你怎麼去做人口補充,你怎麼知道印度有多少人呢? 所以印度的人口應該是被低估,低估到多嚴重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我去過印度三次了,但是我聽到印度很久的朋友跟我講 他跟我講說印度甚至是很多地方都還沒有地址的 今天你要寫信的話,郵差很厲害,你要寫一些地標 說是什麼地方轉角什麼樣他會送到,他甚至還沒有地址的 所以他根本沒有戶籍系統,所以基本上你印度人口怎麼去預測是適合 不過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說整個人口的變化,非洲 一旦是非洲要起來的話,他整個的成長會很快 不管經濟成長,還有能源的使用成長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基本上以各個國家來分的話 這個是2010年,都是聯合國的一些預測的數字 你看,這是中國,2011年13億,到達2050年的時候,他預測到今年17億了 17億人口還是很可怕 印度基本上看起來好像已經變少了,不過我個人是覺得是說,就我聽到的消息是印度人口是嚴重被低估了 然後美國成長的,這種成長是一種比較良性的成長 因為美國的地還蠻大的,而且美國的資源很多,美國這個國家還蠻奸詐的 基本上他很多資源都先留著不用,等大家都用完之後我再用 比如說原油到現在為止,美國還是不准出口的 他們後來現在好像有一個,曾經那個數據,到20000多少,好像203年還是204年 那個年份我記不起來,美國會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油產國 因為他們的技術很發達,又開始產了很多油業鹽,所以基本上美國這個國家的成長還是蠻健康的 不過就是看一下,然後很多地方就開始,比如說我們看看,這個是一個老年化比較嚴重的國家,就是日本 日本日本這個時候基本上一億兩千萬,結果到了不到一億一千萬 有時候想說不要那麼多人也OK啦,不要那麼多人,那是不是大家都比較擁擠啊 不然現在每次假日要去什麼風景勝地,然後擠得跟什麼一樣 但是想想看,等一下看到的就是說你年輕人少,那你怎麼支撐整個國家的經濟的環境 所以這個是大家看一下,這是一些數據,剛才看到都是一些比較沒有數據,這是一個數據 基本上就是一些人口,在這邊講說台灣每公里的人口710個人,很高啊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以前國中地理就唸過台灣是全世界人口密度第幾高的? 第二高的嘛,第一高是誰? 對,孟加勒,這個還對嗎? 我已經沒有update了,我突然想到這是我國中唸的,那現在還是這樣子嗎? 你們國中唸,你們國中唸是這麼唸的嗎? 那你們國中唸大概也差不多了,所以說基本上是蠻多的 對嗎? 對,孟加勒,第二高是明天 超嬌,二十一次 讓我們可以保持人的地方 如果大家看夠,一開始不停地讀以外